我請教一下文傑議員 這個週末事實上拜登的團隊在喀布爾 這個快速的反擊跟暴復恐怖攻擊 相關的主謀的同時 整個美軍在印太的動作 跟這個秀軍式肌肉的軍榮 更加的壯大 那一方面兩個軍艦通過台海 另外一方面喀布爾文森 回到橫須賀 然後呢 美日和等級國的九艦海軍 通通都捍衛在西太平洋的海權 美國的戰略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當他在一個地方 有一些挫敗的時候 他就會把另外一個防線先固守起來 所以當他在一個地方 覺得說讓人家失望的時候 他會加籌碼在另外一邊 那所以這個事情 過去在發生很多次 譬如說在1975年 越南淪陷的時候 西貢淪陷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本來要放棄掉台灣 那個時候就是本來 就是要在1975年 就是要跟這個老共簽訂 就是給他那個簽訂外交條約 然後跟台灣廢約撤軍 但是結果就不做了 有的反而是加碼給台灣 然後讓台灣又撐了三年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美國的反應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他覺得總統受到 受到信任那個信任商的危機 受到挑戰 所以他就必須要加碼在別的地方 但是從台海的局勢來講 美軍是很明顯的加大在整個低島鏈 所以靠我們生號才會回到橫須賀 然後直接兩艘軍艦穿越台海 而事實上這幾天台日的2加2的 這一個國防安全的這一個合作 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 是 這一次國防2加2的合作 其實在自民黨方面 他們反而是比台灣這邊更加重視 你看他在剛開始會議的前半段 他特意讓媒體記者來拍攝 對 就表示說自民黨這邊是想要發出一些訊號 就是說我們自民黨跟民進黨這邊是這個關係密切的 是在討論是在討論外交國防上面的合作 那過去的自民黨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譬如說這一次的這一次的發起人 你可以從他的派法來講 就是說他的發起人是 自民黨政調會下面的外交部會的這個會長 他叫佐藤正九 佐藤正九其實他是屬於裡面的這個逐下派 逐下派長期是親中的 但是佐藤正九他屬於一個親中的派系 可是他卻是大聲疾呼要重視台灣問題 要讓台灣加入TPP 然後要這個台灣跟這個日本跟美國 可能未來還要合作軍事演習等等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說你從他派法 那個親中親台的這個派法來講 現在似乎已經被打破 也就是說以佐藤正九 這樣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他在親中派系的代表人物 他居然可以發出這樣的言論 那也有他親中派系的默許 沒有錯 而且包括你看佐藤正九 跟他現在的日本的外交部長外相 貓木敏聰 其實都是逐下派 那貓木敏聰最近也跑到 這個波羅地埃三小國 去跟這波羅地埃三小國去談這個 怎麼合作新疆香港的問題 老實講你很難想像說 日本跑去這麼遠的地方 跟波羅地埃三小國 談這個香港新疆 甚至有談到台灣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次的會議 它只是一個 你從派法的角度來講 可以說日本現在不是不再像以前這樣 是什麼親中親台的派法在互槓 而是說基本上已經沒有 沒有哪一個日本的政治人物敢說 我是親中的 或是哪一個派法敢說我是親中的 在這個議題上面似乎是慢慢統一起來 慢慢統一起來 在安倍晉三剛開始這個執政的時候 他很多話他還不敢講 他到現在他已經很多話已經暢所欲言 然後支持台灣加入TPP等等 對那對台灣來講的話就是說 經過這一波我們接受日本鎮魚的疫苗 然後這個兩岸關係緊張 然後日本就對台灣這麼這樣的清散 接下來我覺得就是說 明年或後年的日程 可能要處理很多實質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加入TPP 我們有哪些標準是還沒有達到的 這個是要跟人家談的 對那日本希望我們促成台積電到日本去投資 這個對台灣是有利還是沒有利的 這個也要想一想 這個不是說日本人說好 這個就符合台灣利益 這是未必 因為護國神山如果一旦讓他跑掉 這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造成台灣的這個經濟 或者是在國防上面 會有一些需要考慮的地方 好我們稍後回來